副部長薛瑞源今天在立法院被巡時 被問到中國疫情引起的藥品不足 甚至透過台灣等地採購退燒藥 市面上出現退燒藥短缺缺貨 對此薛瑞源透露 第一階段將嚴厲由藥局 勸導民眾限量購買 要會擔心的是在藥局的這部分 因為很多這類的藥它已經是成藥 我們目前可能會做的第一步的措施 會先跟藥局這邊來勸導 立委憂欣現在市面上退燒藥 普遍缺貨會不會出現搶購槽 對此薛瑞源強調這絕非強制性的限購 不過衛福部也會觀察 是實際狀況滾動式檢討 如果擴存量穩定就會解除 反之缺藥狀況持續加劇的話 不排除更加嚴格管制